新竹国小四位刚获得管弦乐合奏优等的学生 演奏莫扎特的西游曲 节奏轻快又充满饱和的生命力 为即将在新竹市举办的105年度 全国学生音乐比赛 个人项目全区决赛揭开序幕 所以总共有127场项目是最多的 所以是最复杂的 那么个人赛加团体赛 总共有将近20万人参加这样子的活动 从初赛一直到决赛 那光是决赛就从3月1号比赛到3月30号 由国立艺术教育馆所承办 从分区初赛到决赛 18项的乐器竞赛 有将近20万人参与 可见比赛的盛况 这次选在新竹市举办 新竹市长也欢迎来自全台湾各地的参赛者 浏览新竹市的城市之魅 所以今天的记者会一来我们要再次的鼓励我们的孩子在这一次的参赛过程当中全力以赴做出最好的一个表现之外呢 我们也要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孩子们来到新竹市参加比赛都能够有自己最好的成绩 除此之外新竹市是一个年轻的古城 是一个非常有魅力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我们也诚挚的邀请所有来陪伴孩子来参赛的这个老师 还有家长们能够安排一天或者是两天一夜的行程 来参赛之余呢能够停留在这个城市来欣赏这年轻古城的一个魅力 这次的赛程从3月17号到30号为止 为了完美呈现赛事 新竹市动员市内八所国中小的音乐团队协助比赛进行 也展现新竹市音乐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 比赛将在新竹市影艺厅在内的五个场地进行 民众可上新竹市艺文网了解更多相关讯息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